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商协定会林伯峰就统批政府奖的话 让企业界非常的失望 因为台商是获得政府的同意才到大陆去投资的 而且这些项目台商不做 别国的企业也都会做呀 那政府这样做会不会是在扼杀台商的发展呢 所以到底是谁让王美花的说法突然一下大转弯呢 李文 因为王美花的意思是说 这四家厂商他们所接受的 协助的都是低阶工程 因为是低阶工程 所以不找他们做 别家也可以做 这就是为什么林伯峰会痛批的原因 那你有生意你为什么不让台湾人去赚呢 那你除非是很高阶的 那很高阶的台湾政府是有规定的 你不可以 因为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嘛 在美国的压力底下 你就不能够帮助中国大陆 但问题是他们这些处理的都是低阶工程嘛 除非你王美花为什么在一夕之间把供词给改了呢 怎么会改变这么大呢 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棍子对准了我们自己人 我们自己的台商 压力从哪里来 压力当然是从美方来的嘛 是美方是美国的媒体点名了我们的台厂 说我们协助华为嘛 好那现在美国想要去抵制华为 问题是说 如果今天台湾厂商要去之前 是经过我们政府的许可 我们的政府也认为 他们处理的是低阶工程 并没有美国的那样的一个疑虑的话 那么我们的政府照道理讲 应该全力的捍卫我们台商的权益才对呀 那个钱赚的是我们台湾人赚到的钱耶 所以美国有这样的余虑 我们的政府应该赶快第一时间的说明保证 跟美国人讲说 他们去之前我们都审查过的 他们协助的都是低阶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很多厂商 全世界各地厂商都可以做 不是只有他们四家可以做 那你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才对呀 你不是 你还没有看到美国人腿就软了 你第一天讲了这样的话 第二天你马上就改了 你根本没有勇气 没有立场 没有能力去跟美国人沟通 去捍卫我们台商的权益嘛 那你就没有资格当我们的经济部长啊 那如果说除非你前一天讲话 你是胡说八道的 那你发现这四家有问题 好啦那你有证据吗 你有拿出证据来吗 你也没有 你就改口说我要调查 然后呢我最高要开罚 你是讲给谁听的 你不是讲给老美听的吗 那表示老美不相信我们台商 那表示老美也不相信我们的经济部嘛 所以王美花你前一天讲的 老美不买账嘛 你前一天你不就是跟老美讲了吗 没有哦 他们都处理的是低阶哦 没有哦 他们去之前我们都审核过的哦 我们才放行的哦 你敢不敢跟老美讲 老美一听到你这样讲 马上叫你把话吞回去 还有然后马上叫我们的经济部 你去给我查清楚 而且还言出恐吓 你根本连一个自己本身 应该站着基本立场 你都没有站稳嘛 那你也不敢跟美国人保证嘛 所以咯 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失职 失格的经济部长 你失掉了我们的国格啊 这叫做对等吗 蔡英文 这叫做对等吗 这叫做有尊严吗 那我们的台商做生意赚钱 还要看老美的颜色吗 你定出来一个标准 你不准我们去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就已经很过分了 那今天看到你美国很大尾 我们不敢得罪 所以台积电也配合 大家都乖乖的配合 那你现在连这种低阶的工程 你都要有这种寒蝉效应 白色恐怖 那你就变成是老美说了算嘛 他只要高兴不高兴 这个可以 生意可以做 这个生意不可以做 那台湾 那台商 这个日子怎么过 生意怎么经营 这不是 这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的 明天说做就做啊 这需要很多的铺陈 布局 准备 这严重影响到多少人的工作跟生计啊 不是只有那个老板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经济部 怎么可以这样子处理事情呢 丢人丢到家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